你的光是我腳前的燈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腳前的燈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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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观众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仍然继续来看圣经旧约里边 列王记下这一位先知 伊丽莎 她的生平中的一段 我们多少已经谈过亚兰王 还有乃曼将军 还有从以色列国鲁来的小女子 还有她的夫人 乃曼将军的夫人 如今当她听到小女子跟她的祖母说 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 我想这句话是夫人急急忙忙的 甚至等不及先生回来 就派人去跟她说 或是跟先生说 说你一定要去试试看 好 因为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 你也知道 在我们亚兰国里边 没有任何的神 任何的医生 可以治这样子的病 而如今 既然我们听到这么个消息 相信这个小女子 她说的一定有道理 赶快吧 赶快去吧 所以她就去向她的国王亚兰王告假 并且请她特准 结果亚兰王不仅准 而且说我也写一封信 然后呢 让你拿这个信去见以色列王 过去我们两方 虽然常常是有仇敌 关系嘛 她常常是打仗的 可是如今 我们算是一个和平部队 而且是跟她求好的 而且这信里边说 这个以色列王会帮助你 来医治你 有趣的是 这个乃曼将军就带了 银子十他连德 金子六千十颗了 一场一场十套 我想这里啊 银子十他连德 大概约瑞 算一算 大概是现在 用公斤来算 大概是三百公斤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银子的银条啦 一定是银器 或是用银做的一些的 美术化妆品 或是装饰品 或是一些叮叮当当的这些 反正都是一定是很贵重的东西 所以价值很高 还有呢 金子六千十颗了 这六千十颗的金子 有人估算 大概差不多是七十公斤 七十公斤到底是多少 金子 这样说好了 一台金就是六公斤 所以六公斤一台金 所以六十公斤就是一百台金 然后一斤又是十八两 十六两 然后一两 我不知道 可能现在那个金子一两 可能是一万六两万 我不晓得 可是七十公斤等于最少有 一百 差不多一百十五金 那么多的金子 当然这也是不是金条一条一条的 我相信是一些 除了少数的金条之外 其他其实都应该是一些金饰品 或是很漂亮的东西 好 你记得旧约里边讲到那个 亚伯拉罕前 太子强的仆人以利以谢 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的时候 有没有 他拿出来的不是金条 他给那个立百家的礼物啊 是什么是手环啊 那个金镯子金项链金鼻环 这些都是一些饰品 所以这些很值钱的 还有这个衣裳十套 绝对是有格调有风味的 怎么说 我常常想这个衣服 大概是什么衣服 说不定有一个可能 连在以色列本地国王穿的衣服 最好的衣服都没有这么好的衣服 为什么 因为你以色列国 再好的衣服就是以色列国本身的嘛 可是这个 那个亚兰王就是后来的亚述帝国的 你可以想象他们 东征西讨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 甚至在那年头啊 大概我们中国的思路已经通了 所以有一些的丝绸可能已经送到这里来了 当他亚述帝国往东征讨的时候 可能就会借助到中国这一边 所以有一些东西已经过来 所以他可能送上的是很轻轻飘飘的 然后呢夏天穿的很软和的 然后是漂亮啊 透风的这些衣服当礼物 干什么 当做见面礼 可是这个有一个条件喔 不是给王 王给王而已 恐怕这是说 因为他这里边讲嘛 因为 当他们这一个队伍 我相信乃曼将军虽然说这一次是亲上访问 是医疗团 是什么意思 不是医疗团 是被医疗的团 然后被医治的团 然后去到那个北国的首都 就是那个撒马利亚城的时候 其实一路上他们自己也是很谨慎的 免得人家以为他们是要来攻击的 所以兵带来一些 卫兵带来一些 但是不能带太多 但是要防身防卫是够的 然后带来很多人礼物 而且武器尽量都收起来 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是好意来的 但是那个信一拿出来就不好意了 为什么 当这信一拿出来给以色列王 然后以色列王打开信一看 因为里面说 我打发我的臣仆乃曼将军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的时候 你就要治好他的大麻疯 哇 这怎么可能 大麻疯又不是说 一个又不是我惹他的 我给他的 又不是在我这里感染的 你到处跑 你在那里得了这病 我哪晓得 竟然要跪到我们头上来 而且他说这一次你看 这个以色列王看了 心就撕了衣服 然后说 我岂是神 能死人死 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疯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以前芝麻绿豆的事情 什么我们的羊吃人家的草 我们的女喝人家的水 他们就派军队来打 然后把牛羊通通偷走了 拉走了 说什么 因为他喝了我们的水 水在他肚子里面 所以这个女是我们的 这羊是我们的 连主人都是我们的 然后就一票就掳泪过去了 我现在竟然派了一个要死的人 得了大麻疯要死的人 然后要我医治治好他 这不是一百名来说 你如果治不好他 我就来打你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完成我托付你的事 所以这礼物真不容易拿呀 所以他在那里 你晓得吗 以色列王害怕斩惊 撕了衣服 一个是生气 另外是害怕 因为什么 每次打仗打输 你打不赢人家 而且你还怕 小心占经的 小心不要去侵犯人 小心的不要去得罪人 小心的不要漏到人家有把柄口食 然后他也很感谢 说好难得已经几个月或是几年都没打仗了 因为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打我 而陆金建南怕了一个是死人来找我 然后要我治好他的病 这我怎么可能嘛 所以他太怕了 他失了衣服 我告诉各位 当这个王害怕的时候 你晓得全国的人连他的政敌 他国内的政敌 是不是也会还开心 说啊 那个王你看他衣服都撕破了 丢脸丢脸 他真开心他会害怕 我看举国的人多不安啊 为什么 当敌人真的来打仗 而且打到我们的王城啊 首都撒玛利亚的时候啊 王城里边的有钱人 没钱人 穷人 乞丐 富翁 大地主通通通通一样 当兵灾 战争临到的时候 没有一个得信免的 全国的人都害怕斩尽 我告诉你啊 说到这里 我就要讲一个 另一个故事 这是在圣经 新约 马太福音第二章 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谈这一段故事 一个是路加福音那里 会提到那个 有天上 有什么 有天使下来 然后对着 在旷野牧羊的牧人唱歌 有没有 然后那个 荣耀贵以上帝 平安贵以他所喜悦的人 然后牧羊人就去 那个伯利恒去朝拜 然后还有一处地方 就是讲到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其实路加福音 那个是比较接近 耶稣诞生的那一撒 或是前后几个小时 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 是讲到耶稣降生以后的 一段时间 当他爸爸妈妈 还在伯利恒 待留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这里这样说 马太福音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当希腊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 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希腊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造齐了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师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太帝的伯利恒 你在犹太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羊我以色列明 当下希腊 暗暗地召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 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主王的话 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 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俯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 莫要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我们都很熟 可是你知道这两个故事 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是要告诉各位 是有一些的关系 因为圣经旧约新约 常常是可以一线穿过去的 为什么 他们其中有一些的脉络可循 有些的情节相似 还有一些的启示 可以叫我们连结 那是神的灵告诉你 让你听明白 为什么 因为 在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里面 是提到说 东方有一些 关心的这些聪明人 他们在关心的过程 他们发现了一个 他们共同的结论 就是真的有一位 将来在这世上 要成为像明星场 想要闪烁 然后可以照亮这世间 一切黑暗邪恶的人 这样的一位 新生的人均 冥亡 降生在这世界 而且他们看见那星 而且那个星 似乎也是告诉他们 我想他们同样的心中 受了一种感动 就是说 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去朝拜这位新生的王 所以他们从老远的地方 家园路条条的 可能走了不止半年 甚至一年的路 然后就来到了 快到耶路山了 这故事就讲到说 当他们一国一国的 往前走的时候 以今天的国来讲 说不定 有人说他们可能 是从中国过去的 可能 但当他们说 前面是哪一个国 他们会打听 一路走一路打听 话通不通 总是可以学 可以比 他们说前面是什么 是什么 是波斯 可能现在来讲 是伊拉克 他们说走过来伊拉克 一打听 说这里没有什么 新生的王 他们说那 请问前面那个国 是什么国呀 伊拉克的前面 今天来看 应该是叙利亚了 当他们到叙利亚 他们说 这里有没有新生王 没有啊 我们已经国中 好多人没有 好多年没有新生的王 王子 没有 那说那前面是哪个国啊 当他们在打听的时候 发现那个新往南移啊 往南移 所以他们知道说 往南移那是什么 今天的黎巴仁 可是当他们在往南移的时候 好像那个新就开始 一开始要往南 要往西 哦 他们打听说 那前面这国是什么国啊 他们说哦 是犹太 犹太国 那犹太国 他们又会打听 那犹太国的首都在哪里啊 国都在哪里 他是在耶路撒冷 哦 他们看那个新好像 开始有一点不动了 所以他们想说那 而且前面是哪一国啊 他说前面没国了 为什么 因为前面就是大海 从前的大海 就是今天的地中海 所以既然前面没国 这是最后一国 那很显然的 这星还在 所以这个王一定是 新生的王生在这个最后一国 就是犹大国 所以这些聪明人 就用他们的聪明来做判断 所以他们决定了说 那一定是这一个国 那王一定是生在首都嘛 国都嘛 哪有王生在呢 什么那个什么 那个乡下地方的 所以他们就用人的理性去思考 然后他们说 听问 这耶路撒冷城在哪里 就是往前走 那耶路撒冷的那个 皇宫在哪里 就往前走 所以呢 他们就地铁子拜访 然后就跟谁啊 跟那个犀利王说啦 说我们来拜见他 因为听说 你们这里有一个新生的王 有吗 有啊 因为天上的星告诉我们 我们是东方的星象家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事情是确凿的 你晓得吗 他们不看天象 他们看地象 他们按照人的知识 然后按照地理 然后去追寻 然后找到了一个地方 他们要找他们的王 他们不晓得 后来耶稣都已经告诉我们 晓得什么 他的王不是政治性的 他的地位不是在这国 他是天上的 但重点 他们那时候不晓得啊 所以你晓得他一去拜见 而且说我们还带来礼物 来要给这一个新生的王 即使他很小 我们给他讲来长大了 他转告说是我们当他小时候 他生的时候我们送的 你晓得吧 这犀利王开心不开心啊 一点都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晓得 一国不容二军啊 一山不容二虎啊 何况这时候 其他人说 我的家里没有生什么王子王爷 通常没有 怎么可能会有新生的王呢 万一是我的国中有一个新生的王出来 那岂不是要抢我的王位 所以他心中不安啊 我告诉你 老百姓呢 安不安 当然也不安啊 因为老百姓听说什么 两王相争 死的是谁 还是活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也是不安 你懂得我 为什么要说这一段了吧 因为这里整个的故事在告诉我们 就像是 那个《猎王记》下第五章 这里讲到乃曼将军 明明听到是说 巴不得我家主人去见 撒玛利亚的先知 并能治好他们的大麻疯 结果呢 以色列王接到这个帖子 是什么 是亚人王送来的一个信 然后说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我的仆人的病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 可能 在亚人国里面的系统 宗教是隶属于政治的 所以国王可以指挥他下面的这些祭司 或是这些 宗教的一些 神职人员做任何事情 因为政治可以指挥宗教 可是在以色列国 政治跟宗教是分开的 所以他不晓得 以色列国的政治 国王是不能指挥他的先知的 而是指挥他里面的宗教系统 但我也要有一个保留 所谓保留也可能是说 亚人王知道不知道 这两个系统是不通的 但他总是想到说 反正我给了一个帖子 你就要处理 想尽办法处理 因为消息来源是说 你那头可以处理这事情 问题是在哪里 如果这个以色列王也是客客气气的 然后也知道 他是一个敬前人 他也会晓得怎么处理这事情 他一定也会知道说 既然你把这个难题 这是人不能解决的 只有神可以 因为死人得病 死人死是神 死人活也是神 所以在神 定义要成就的要成就 可是如果神不高兴的事情 人也不能违抗 但是问题是我还是要讲 这个以色列的王啊 从小是不上主乳学的 所谓不上主乳学是 他没有圣经知识 他不是一个敬前人 他做王是靠他的父母给他的 然后他本身也不是在宗教敬前 信仰生活里边有操练的 所以他完全没有这种体会 圣经里面很多这样子的王 他居高位 可是他不知道 他今天能得这个位置是神给他的 他从小不学习敬畏神 等到他再高位的时候 他也不敬畏神 也不怕人 因为在全国都是他最大 所以这样的人将来是要败坏这个国家的 这是历史上的营建 任何国家 任何世代都是一样的 结果难怪他看到这个信 他吓坏了 他撕了一幅 然后说 你看这人竟然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疯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这跟那个新约的这个王是一样的 希律王他也不是一个敬前人 所以他一看这消息 而且他不能分辨 他就讲到说那我的王位不保了 我告诉各位啊 这个希律王是真的很坏 他杀了他的兄弟 他杀了他的妻子 他甚至有一回 当他有一个蛮好的儿子 而且这是腹腹无犬子啊 甚至有人说他甚至比他父亲将来还会有成就有英明 我当你知道那些文武百官在那个希律王面前这样称赞他儿子的时候 他说这个做老子的父亲的竟然受不了耶 他竟然晚上派人去把他那个儿子就掐死啊 你看看如果有人对着你的儿子女儿 然后跟你这个爸爸妈说哇 你这个儿子比你英俊耶 哇你这个女儿比你漂亮耶 哇他们我看他们读书一定比你还有成就 结果半夜他睡觉的时候你夫妻两个人就把你的儿子女儿掐死 你说这是什么父母 而希律王就是这样的人哦 他促进到一个地步竟然把一个可能比他还有英明有作为的儿子都这样派人去把他杀了 而罗金竟然还有一个外面的一个新生的王可能会取代他的 而罗金竟然说可能是生在他们这一个犹太国 当然没有在他的皇宫里 他当然是不高兴害怕 这消息要真传出去 举国的人举城的人也一样是害怕战争 为什么 两王相争那倒霉那是老百姓 所以看到这里 难怪他们要失为一夫 可是这事情人家客人老远来了 你总不能说不起对不起没希望 我们这事办不了你们赶快回去吧 就当天就打发他们回去 没有的啦 这王是生气归生气 可是这事可能是他躲到后面 他说这事情来想想看 所以他躲到皇宫里面去 因为他有威严 跑到后面去就试了衣服 啊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然后他还想说最好不要引起对方不开心不高兴 所以呢他怎么样 可能衣服又换一套出来 然后沐浴完了以后还打个瀑布粉啊 然后装个笑人 说啊你们辛苦啦老远来啊 来到我们这里坐坐吧 先休息休息吧吃吃喝喝吧 然后呢我们会想办法来处理这事情 其实他心里急得不得了 而这消息也传着去了漏着去了 然后呢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 因为那个乃曼将军的那个队伍进来 是全城的人都看见的嘛 然后都打听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既然不是来打仗的也不是来朝贡的 那是来干嘛的啊 哦他们就说啦 听说宫里面传出消息来了 这事情麻烦哦 头大了搞不好的话又是一场战争哦 我看我们赶快快跑吧 所以当他们在被安顿的时候 吃吃喝喝 然后暂时忘记这一切的时候 消息传出去了 结果呢消息传到哪里 传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 神人以利沙 这话就对了 你看 王可以统治整个国家 可以处理很多事情做决策 可是关于医疗的事情 摆不平就摆不平了 他哪有办法 我想我不举例 可是我就说说 这事实上是这样 你再有怎么钱 有再多的钱 你就是用一亿台币 用一亿美金 你要再换取 当医生说不行了 最后你一口气都快没了 你也晓得差不多没了 你想用再多的钱再换取 你不要说是一年的生命 一个月的寿命 或是一个礼拜的好舒服 甚至一天好好的活着 都不可能 为什么 时候到了 我告诉各位的是 生命栖息在神的手中 所以圣经才说 有谁可以使自己的寿命 加天一刻呢 不能 你看我们去年 那时候台湾 去年前年台湾最有钱的人是谁 蔡万宁先生 他有多少钱 好多钱 有一千六百多亿 我心里想他后来生病很不舒服的 但听说我心里想了说 如果他可以用十亿台币 然后来换取最后一年的生命 生活里边 即使在病床上 可是还是还能够很舒服 享受最后一年 用一百亿台币来换取 或许他愿意吧 但是能吗 做不到 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清俭持家的人 这种钱他不会浪费的 我只是告诉各位 以利沙 他可以做的事 因为他是代表上帝 所以他说 他打发人去跟以色列王说 王啊 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死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闲之 我们低头祷告 谢谢天父 让我们从圣经故事里边 即或是旧业时代的事情 但今天在今天我们的当中 仍然是一样 谁可以用世界上的财富 再多的财富 换取一颗的生命呢 没有 没有 因为圣灵气息 都全在乎你 所以我们恭敬 把自己加在你的手中 求助你来成全 我们将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耶和华的山 奉向我们 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 一定要行 他的道路 因为圣灵 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烟雨 必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烟雨